各位親愛的聽眾,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這個永善聯談上載時,就是在年初一 但我又很相信很多人在年初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聽這個聯談 但無論你什麼時候聽都好,我這裡是衷心衷心的祝你 新的一年裏,你生命是會成長 但最重要是有健康和真正的平安在你的內心裏 更加願意神去自己的恩典和福氣,與你來同在 這次綠永善聯談教委,特別一點就是提早幾天錄 然後交給我自己好的朋友,他幫我在年初一的時候上載 否則幾天公眾假期就會很遲 熟悉我的都會知道,我每一年都會按那一年的生肖 分享一些體會 今年的農曆新年開始就是兔年 兔仔也挺可愛,挺特別的 但是兔仔是很不懂得保護自己的 是較為保護力弱的 有時候我們都有點像兔仔 兔仔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留意的兔仔呢? 耳朵是很長的 還有呢 她的嘴是不斷在動的 每次吃東西都不斷在動的 但是手手腳腳就很短的 有時候都很像我們 我們有時候很喜歡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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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東西 特別是別人一些的 是非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秘聞 我們很樂意去聽聽到 收音 而我們的嘴又不斷有很多事情要說 甚至會聽到一些特別的消息 你就會告訴別人 表示你有內幕消息 但是手手腳腳 有時候我們就很短 有時候我們只會聽、會說 但不太會做 說是天下無敵 但做的時候 有心無力也好 但有時候是無心無力 在兔年的時候 不知道你會想起哪些成語 最快讓我想到的就是 兔死狗烹 在《史記》 《月世家》裡面 記載了給民總一句說話 搞兔死,走狗烹 非了盡,糧工藏 就是說如果兔子都死了 那隻狗已經沒用了 把他剖開來吃下去 天上的小鳥都已經沒有了 那你不需要再拿著我的弓箭 那你就收起它 這一句就是古代的成語 那現在這一兩年裡面 我想大家就很熟悉 一句更加本土化 活靈活現的說話 就是當你是condom 用完之後便即棄 而實生活裡面 真的有不少這些情況 當年我自己住的屋苑 有一位保安員 跟他聊天的時候 五十幾歲 他跟我說他曾經風乾的 當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那就是很多優惠的條件 給香港人 那好了 那他們呢 就被邀請上去 來帶他做副廠長 就是做副的廠長 但是當很多東西已經上了軌道了 那 而有些人已經熟悉那個運作 於是老闆便炒了魷魚 那給自己的親戚 去管理那個工廠 那他回來跟我分享 就是他自己讀的書不多 讀到中二中三到 但他紅富子出身的 他自己一直慢慢打上去 吸收經驗 但是當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於是便扔下你了 那他說我自己又不是很高的學歷 所以做保安 那一些商業社會裡面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很見到 在現實的政治環境裡面 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就會繼續跟你做好朋友 用你 但是有一天 當你的利用價值結束的時候 就不再去理你 甚至羞辱你 剛剛 就有政協 選了出來 大家關注的就是 林鄭月娥 會不會像梁振英 董建華那樣 就被選進去 甚至成為所謂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這次是榜上無名 我相信 這是一個很好的 刑罰 對林鄭月娥 如何鞠躬盡 做到百分之一百 不特止 還要加零一 來帶她去做一些事 希望得到 上面來又賞賜 但是 雖然口說 我都不會很著緊 什麼職位 最重要 就是可以為國家 來帶她去盡回一幾的責任 但是現在 我很相信 她的內心一定是不好過的 正如我所說 她影響到香港 到了今天 不少人要離開的時候 就是這個送中條例 她那種的剛僻自用 她不能夠連任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刑罰 現在連這個政治花瓶 那個政協 都不能做的時候 我想她的內心是不好受 某個程度是一些的報應 所以今天 有時候我們都要很反思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應該只是有那個利用價值 我們是和你做好朋友 我們是應該要怎樣呢 我們就需要 來帶她去 重視每一個的人 不要去利用別人 為自己謀幸福 而只是基於這個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想你有一個人 這樣利用你 你也不喜歡 所以搞肚死 走狗攀 但是在信仰上面 也有些是悲哀的 有些基督徒 都是在信仰上面 搞肚死走狗攀 有事 就臨急抱住腳 沒事的時候 就把信仰 所相信的神 放在一邊 就好像那些 被用的 這個就需要反省了 好了 還有就是搞肚三挖 在戰國賊的齊賊四裡面 我們就看到 馮騎對萬常坤就說到 搞肚有三挖 僅得免其死矣 今天我們為了自己的未來 或者是家人 我們有多手準備 都是應該的 那就不可以說 這是沒有信心的表現 正如我們很多的讀者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有買不同的保險 不只是為自己 好時買保險 都是為了自己的家人 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之間 或者你真的離開了世界的時候 那你的配偶 你的兒女 在經濟上面 都不會突然之間 很徬徨 因為失去了 一個家庭裏面的支柱 所以我們有兩手準備 是絕對應該的 英文一句說話 都成為我們的提醒 就是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我們盼望有好的事 會發生 但是我們又要準備 壞事隨時會來臨 那時候 所要搞吐三挖 都是應該的 正如 見到那個地方 形勢不佳 似乎還是越來越惡劣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繼續留在這裏 於是要離開 我想很多人 離開了香港 都是為了 要有那個平安 特別兒女的教育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 絕對不是錯的 搞吐三挖 但是 在信仰上面 有時候很多人都是這樣 新年是一個很濃的宗教氣氛 最簡單的 舉個例子 就 年三十萬 就上頭住香 我想 我們今年都很懷念 沒有了夏衛伊 究竟 誰會故意辦到很特別的 來帶人去 奪人的眼球 來帶人去看呢 唉 很大的感覺 連夏衛伊都走了 一百年多 都要走的時候 反映著這是什麼的社會 好了 年三十萬 就上頭住香 情財神 初二初三 就去拜車公 對不對 沒多久 就可能觀音開庫 你會留意到 在信仰上面 就好像 沒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 買保險 甚至 信耶穌也無所謂 但是 想和大家說 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較為黑人憎 很強調 只有一個 的真神 所以 我們就不應該 有搞吐三挖 買保險 這個心態 小時候 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 龜兔菜刨 那隻龜 覺得自己很好 那隻 就是個龜 抱歉 不好意思 這隻龜 就不是很幹的 但是那隻兔是非常好 所以那隻兔 就跑很快 但是 後來就躺下 休息 然後 結果那隻龜慢慢躲動 那終於 就贏了 那隻兔子 小時候 聽過就叫我們不要驕傲 現在我也覺得是正確的 但是 在這個處境當中 我又想起另外 一些不同的看法 如果那隻龜雖然很努力 但是那隻兔子如果沒有睏眼睡 或者睡得很短 但是就立刻醒了 接著他就繼續發力走的時候 那隻龜始終都贏不了 如果那隻兔子 睡得太久的時候 你想追回呢 真的沒得追 香港因為要跟著我們國內的情況 香港三年的封城 現在很興奮了 因為有一隻郵輪來了 其實我們已經損失了很多 要發力追的時候 如果剛才我所說 你睡一段很短的時間 就容易追 但是如果你睡得太久的時候 要追就很難了 立法外貿銀行指出 因為嚴格的防疫措施 令到香港的經濟損失 是超過了2100億元 而香港的航運中心 飛機的升降 已經大大落後在很多地方 雖然現在所謂的復航 但是也都被 譬如日本啊 韓國啊 很多的限制 新加坡 新加坡呢 以前就是紐倫港 現在變成紐倫波 大大超越了香港 而 它繼續發力的 新加坡現在沒有停滯 沒有自滿 我們要追回這個落後 是毀實不容易的 所以有時候 一個很大的無奈 就是 我們已經落後了很多很多 就是我們現在 一定是要去追 但是要追的時候 毀實 是不容易的 但是一件事 我們就要學的是什麼呢 就是 兔死狐悲 那時候 它說到 有未然心可說 兔死狐悲 雙雷聲淒切 就是 如果 那個兔子死了 那隻狐狸呢 真心的話 也會感到悲哀 因為始終有一天 他朝軍體也相同 這個就讓我們提醒 今天我們在一個群體 不要想著 不關我事 我就不去出聲了 你看回 當日 很可能一些 很出名的 前線的人 去離大日 去爭取很多的事情 譬如 長毛那些 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又扔東西 離大日搞亂當 那是 被人拘捕了 不關我事 沒有我份 我們都不會理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你看到 是啊 立法會裡面 已經不再會有任何 那些反對聲音 那些 財政預算 那些議案 很快很快地通過 但是其實政府覺得這樣還不夠 甚至現在會立例 就是說到 哪個人來投票 表達什麼呢 簡直不會說名 只是說有一個議員 但是有什麼困難呢 要說名 那些困難就是 要去追查 要讓我們了解更多的人 是不太容易了解到的 好了 但是 不要忘記 現在通過很多的法例 很快23條會上馬了 又或者那些的財政 一直這樣來帶他出去的時候 你說我完全不去理會 是啊 你不去理會 但是政治 不只是說 某一些爭取民主 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你不去出聲 不去理會的時候 那始終有一天呢 就會令到自己都受虧損 那所以在這個農曆新年裡面 正如我過去幾次都說 我特別的好深感受 在聖誕節 在新曆新年 在農曆新年 再遲些呢 元宵節都是在星期日來的 我們可能會很開心 慶祝 我們會去玩 但是 不要忘記 還有很多的人 他們 審訊無期 一直困著你 超過一年兩年 等你 來帶他去 迫於無奈 要認罪 然後才開庭審訊 但原來現在 四三人案 認罪也好 都不可以立刻判案 都要等其他 所以你想到 其實很可悲 我們這些都是我們自己 就是 有關係的 是 大家 都是香港的市民 即使我們離開了 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會不會 都有 吐死 胡悲 這些感受 於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就是做 支持到多少 就是支持 但現在要支持 也很難的 你想想 在一個商場裡面 有一個隱世市集 那就已經 這麼多人 就去封住了 就正如我上一集所說 香港已經不夠警察了 但是現在 要去封這些商場 要守這些人的時候 要用多少的海關 警員 國安處的 執法人員 是這麼如臨大敵 你看是去封 就是要抓幾個人 好了 接著說那些書 有問題 我們沒有看過這些書 但是根據這些報道 只是 將過去的那些日子 發生的事 拍照 然後加一些標題 那麼 好了 穿著一件衣服 有那個安心出能的紅馬 就是說 你煽動 但是為什麼 在七人籃球賽的時候 那些外籍人士 照樣是穿這樣的衣服 都是一些紅馬 那為什麼又不是抓這些人呢 所以你留意到 現在要去支持 都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我們盡量去做 這個是很重要 在聖經裡面 都教導我們 他說到 原來我們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 好像身體裡面有不同的肢體 他說一個肢體受苦 其他的肢體都會受苦的 很簡單 你一隻牙痛 一隻牙痛 但是就影響你全身 所以 聖經說到 愈喜樂的人同樂 愈愛哭的人同哭 我們不應該 獨善其身 這個就很重要了 還有就是 我們要把握機會 去做事 絕對不可以守株待兔 大家都知道 曾經有好景 但是這個好景 如果你以為成功的 結果你就會失敗 看到另一個新聞片段 就說到一個人 曾經有過千萬身家 幾千萬身家 但是豪賭 結果現在就淪落街頭 記住好運 其實可能帶來了的就是惡運 你如果以為我現在成功好運 這樣僥倖 那你就繼續等候 那就死定了 機會不是等的 是我們去找的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們應該要好像 一句話 可能大家就會少聽的 就是 思 像 薄 套 皆用 全力 就是說 雖然可能面前的東西 是很小事 但是我都全力以赴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 套角牛翼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些東西是完全不合理的 兔子是不會生角的 牛也不會長出一些翼出來 所以 套角牛翼 這個字呢 就表示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現在在這個荒謬絕靈的社會裡面 不合理的事情 往往都會令你覺得 蛤 怎麼會這樣呢 那於是 慢慢你習慣了就變成合理了 最簡單的 舉個例子 錄音的時候 剛剛有一段的新聞 一位五十幾歲的中年 知識分子 一個的會計師 但是竟然 跌落了這個網上 情緣片案 結果 沒有了差不多二千萬的錢 有超過一千萬 是自己那個 過去累積的財富 還包括疑案 還要問銀行借錢 也問朋友借錢 就說給這個網上情人 叫他來投資外幣 結果就沒有了差不多二千萬 46次的轉數 其實這些新聞 這幾年裡面 不斷的發生 即不是一個無知之輩 但是又卻是 可以這樣被騙 是不是很奇怪呢 但是這些很奇怪的事情 已經變成不奇怪了 我們再看看我們香港 正如我們所說的那些法例 那些判案 好了 在那個法律年度裡面說 我們香港仍然有堅持 要守住這個普通法 但是正如我剛才也所說 在普通法裡面就是怎樣 一天未定罪 這個人都不是罪人 但是為什麼有很多人 現在被扣留 超過一兩年的時間 還未排期來審訊呢 一個罪假撞死人 都是坐二十二個月牢 但是 好了 我因為沒有報道 我這一個 另外一間公司 在這個地方裡面 來營運 但是那個面積即占很少 卻要坐上五六年牢 這些好像很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 慢慢習慣了 最多就是 嘩 搖頭探飾 一句 那就算了 但是正如十年的電影裡面說 我們不要讓他習慣了 還有我們都要小心 不要來帶人去犯一些錯 聖經都說 他說 他說一個的泉源 去流出甜的水 就不會流出鹹的水 那無花果樹 一定是生無花果的 那怎麼會來生橄欖呢 葡萄樹 當然是生葡萄的 那不會來出無花果的 對不對 但是很奇怪 有時候我們這把口 可以讚賞 一個神的創造 但又可以奏罵神所創造的人 我們可以說一些很好聽的說話 但是我們又會說一些批評 甚至就助別人的說話 原來有時候 我們自己都做了很多 很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 最後 第七點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這句說話 正若處子 動若脫兔 這句成語就是出自孫母的孫子 久地 事故此如此類 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 敵不及他 意思就是軍隊 他未行動的時候 好像未出嫁的女子一樣 那麼沉靜 不會怎麼來動 但是一行動的時候 就好像逃脫了的兔子 那麼敏捷 這就是動與靜 這給我又帶出社會裡面 什麼問題呢 有時候夫婦之間 或者上下兩代之間 很多不滿 但是可能某一方 就忍住 不出聲 算了 忍來忍來 但是其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表面好像很和諧 或者和平 但可能某一次 突然之間一句說話 一聲就引爆了 累積以來那種的怒氣 結果就產生問題 在我自己看一段新聞裡也很深印象 兩父子 那個是繼父 那一路 大家那個相處都不好了 但是都算了 不出聲 終於一日他們喊殺的時候 老爸說連狗都不如 說繼子很生氣 結果就拿刀斬這個老爸 因為大家職了一層九年 那種的職員 社會也是 社會上面 現在表面都很寧靜 好了 恢復正常了 已經這樣 是不是 但是其實有很多事情 無論譬如 那個的公不公平 經濟上面 就是怎樣把錢來浪費 一些議會裡面怎樣沒有質素 但是拿高薪的人工 那些高官 不怎麼來帶他去體貼文情 只是說 現在最低公司加了 做事的時候 不只是為了錢 那不如叫他不要 帶他去收工 幾個月 那你去做這些 前線工作 看看怎樣 其實累積了 很多的不滿 憤恨 但是現在 在這樣的法例下 可能大家都會 算了 不出聲 但是如果你沒有真的疏道到 那個民意 沒有解決到真正的問題 就會將那種的職願 越積越多 可能終於因為某一次的事 就會怎麼樣 突然之間爆發 這個爆發就會 一發不可濕縮 就好像這句的成語 正若處子 但是動若脫肚 所以在兔年裡面 都有不少的一些 成語和兔子有關 跟我們的生活 或者跟我們的社會 有很多的反思 所以 都希望 這裡有些分享 如果在 基督徒 在教會裡面 我都會說一篇的道 都是說 兔年華兔的 聖經的教導 就會比較強 那你就會在 新年之後 在梁永善這個平台上 應該會收到 這篇的說明 無論如何 在這裡再一次 祝每一個的聽眾 你們有平安 安全 健康 希望你們能夠 在困難當中 仍然有所堅持 願意神祝福你們 每一個 祝大家 能夠 好的 珍惜 你現在所擁有的 然後 享受 希望可以享受到 每一天 願意神祝福你們每一個 要補充 原來那個女匯計師 第一次是四十幾次 匯款過去 再騙的時候 有五十幾次 原來超過一百次的匯款 是不是很奇怪 一個匯計師應該很精明的 對錢很敏感的 但竟然可以 被人超過一百次 將二千萬差不多 這樣可以回給別人 這個是 什麼世界 真的有時候很難 他想像到